今天我要跟两位新朋友一起来探索芬兰 妹妹 我是欧洲 我们芬兰没有自由班 补习班 明星学校 我是博卡 芬兰小朋友上课时数比台湾短 作业也比台湾少 但是我们同学的能力在国际评比上面 就常常名列前茅哦 听起来芬兰的教育办得很好 而且这么遥远的国家 啊 风土文化明星一定很特别哦 那就让我去芬兰瞧瞧吧 下课 发露米 发露米 go 老师上课上到一半 怎么有一半的学生突然站起来走掉 这怎么回事啊 呦 这么多的专业大型机具 这像个小学生用的吗 这也太酷了吧 跟我一起到芬兰的小学去瞧一瞧吧 芬兰对我来说啊 芬兰只是一个了解不多的地理名词 幸好呢 我有安安跟爱丽丝这两位新朋友 探索芬兰就事半功倍啦 芬兰目前六年级 爱丽丝呢八年级 因为妈妈坚持她们学妈妈的话 所以呢会一点点的中文 在床上是谁睡的 我 你睡的 那所以这面墙的海报奖状都你的咯 嗯 哦 很明显的 你喜欢足球对吧 哦 除了足球明星的海报 还有很多的奖状 奖牌 所以你最喜欢的课外休闲活动 就是踢足球 是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喜欢的 有骑马 嗯 你会骑马 会 诶 那这边就是姐姐的墙对不对 对啊 那姐姐墙上那么多画都是你画的吗 就是 就你画的 所以你除了喜欢画画 还喜欢做些什么 写字 写字 写什么样的字 就是写故事 哦 你会写小说是不是 对 哦 我有写这个本 就是我 这一本都你写的 就是 这个内容大概是有关于什么的 就是fantasy 就是那种的 很魔幻 很科幻那一种 主那种 哇哦 所以完成了吗 还没 那什么时候才要完成 嗯 我 还不知道 你现在还是 有想到什么 就写些什么 就是 那妹妹喜欢踢足球 你喜欢踢足球吗 写喜欢 你喜欢 所以你就是 又会写 又会写文章 写小说 又会画画 还喜欢踢足球 嗯 很厉害哦 诶 对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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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